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另外一個 因為剛剛我們是針對檢貼部的搜尋嘛 但接下來就是各位的檔案 我先問一下各位好了 請問你電腦裡面的檔案 你會不會有時候不小心找不到 桌面滿出來那是另外一回事啦 桌面有時候不小心滿出來嘛 但是重點在什麼 有些時候我們會有個情形 比如說我Office打開啦 或者是什麼簡報打開啦 結果怎麼樣 剛剛有存檔喔 結果馬上忘記放在哪裡 有沒有這種情形 有對不對 請問你要怎麼做 笑得很高興的那個沒關係 我也有一樣的情形 請問你會怎麼做 按那個無線 用 你有沒有用過Windows的這個搜尋的功能 你覺得 他搜尋的結果你可以滿意嗎 你用這裡搜尋 大部分有找到你要的檔案嗎 大部分他都告訴你我不知道 因為那是你的檔案 搞過多關 對吧 對吧 那 要怎麼 沒有電腦就你的啊 你去外面也找不到啊 Google也找不到啊 所以 我們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有 自己電腦也要怎麼樣 要能夠找到檔案才行 所以呢 你來這邊 我們一樣在這個裡面 裡面我放兩個版本 一個是不用安裝的版本 這裡 他就可以用 但是我發現有一個功能他不能用 你可以按右鍵解壓縮 這樣就可以了 那可以的話其實我比較建議各位是用安裝的版本 在這裡 好 免安裝幫你點進來 解壓縮之後 他裡面就有一個執行檔 在這邊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 這個 有沒有 這是免安裝的 你就打開就可以用了 好 打開就可以用 那 我這邊呢 我先讓各位用這個安裝的版本 你給哪下 把他安裝起來 這個大家都會嘛 現在這個有沒有 雖然是英文的 他等一下介面是中文的 等一下介面 但是安裝過程是英文的 反正你只要是yes yes ok 我同意就好 對不對 你都不要看過這個啊 你這個同意書你給我看過 沒有嘛 我以前寫書的時候 我有特別去研究 因為那時候要寫那個免費軟體 所以就很認真研究這些 大部分都 對我們沒有很有利就對了 哈哈哈哈 好啦 反正你就接受啦 好 我們就按照這個 好 下一步下一步 有沒有 這都裝完了 裝完之後他就告訴你說 要不要現在馬上執行 有沒有 好 我在這邊等各位一下好不好 我們一起先用安裝的好了 來 現在大家都ok了 我們就按finish 因為這裡有run嘛 對不對 我們按finish 好有沒有 這裡他問你你的語言要哪一種啊 我們現在在這邊換成什麼 有看到中文了吧 嗯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他這邊呢 會有一個導覽 你亂繼續 他就開始慢慢的有沒有 一步一步叫你做一些事情啊 你如果不要你就按結束審視這樣就好 這樣了解 好 那我這邊就讓他繼續 繼續繼續 他就教你要怎麼弄而已啦 好 反正我知道你也不會看啦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不是這樣 對不對齁 都要老師加這裡用 好 所以呢 你安裝完了之後有沒有發現 在這裡多了一顆 有沒有 多一顆 那我就要問各位囉 平常 你的檔案 請問你會放在哪裡 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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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自己都會存在裡面 對啊 我們軟體預設只是都存到這邊 我的文件夾啊 媒體櫃啊 那為什麼他 你不要存那裡 因為那是微軟的文件夾 不是你的 對吧 你都不認為它是你的 所以你覺得我放在D槽 放在E槽 比較安全一點 但是這樣會有很大的缺點 什麼缺點 今天我在這裡要存檔 你看我們在這邊存檔 有沒有發現 預設就跑到媒體櫃裡面去 所以大家都做一件事情 快點 我來這裡有嗎 我的D槽 我放在哪裡 啊 放在這裡找到了 然後存檔 你怎麼這麼困難啊 你每天都做這些事情 你不累 你不覺得我比較有多東西 裝完這個軟體之後 下面有多一個東西有沒有 有看到對不對 請問檔案總管有沒有 我的最愛 我們知道網頁有沒有我的最愛 有 檔案總管 你比較常去的地方 不能變我的最愛嗎 你經常去啊 對不對 你很愛它 可是它不讓你愛 這樣不行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這樣做 來 你看我們在這邊 如果今天這個資料夾 比如說這個資料夾 我常常在用 Ctrl 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多一個跑出來 中間這裡 Ctrl 點兩下 有沒有多一個跑出來 右邊有沒有一個 有三個圈圈 好你看喔 加入我的最愛 一個囉 我再找一個 我比較常用的 好 在這裡 延期資料 這個我常用 Dot 你家 加入我的最愛 你先看看喔 如果萬一沒有加進去的話 在這裡沒有有沒有 我發現 在這裡好像加進去有問題 但是正常應該會有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從這邊來 後面是不是有一個叫閃電 後面有沒有一個閃電 你點它一下 在下面有一個選項設定 你也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叫做選單 你接類 你可以把你比較常用的資料 把它從這邊加進來 也可以加檔案喔 比如說哪個檔案 你比較常用啊 有沒有 我可以加資料夾 你看我把它加進來 這裡我常用 好這裡我也常用 你來看看 這樣會不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我這個裡面的這裡 也是比較常用的 好確定 我現在三個了對不對 好看一下 在這裡 我來存檔 剛剛是不是在這邊 有沒有 多出來 它自動秀出來 打開 有沒有看到我的最愛 我最近比較在這裡 常用到 如果你點這個三角形 又可以 是不是又進到裡面去 對不對 我點它 有沒有直接又跳過來了 你要不要那麼辛苦 在左邊慢慢找 好像不用吧 對不對 你看儲存 是不是OK了 那一樣的 我今天想要找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Ditto 有沒有馬上找到 有沒有找到嗎 你看它可以找到什麼 檔案 可以找到資料夾 有看到了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就是那個快速鍵 Ctrl兩下 這樣就找到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個方式 把你的資料 你比較常用的 我就把它加到這個資料夾裡面來 這樣 是不是就快很多 而且不是只有在這邊 你平常在外面 Dock 我要找檔案 反正會跳出來就好了 我就可以直接找 那有一個情形 各位也許還會遇到的 剛剛那個是我的最愛對不對 嗯 表示說那些資料你常常用嘛 可是萬一 它 還沒有達到我的最愛 可是我最近也常用 阿比阿諾 你有用過的 我剛剛有這三個是用 我的最愛的 你最近有用過 要找誰 找右手邊這一個 有沒有 我剛剛有用過這一個 有沒有 點過去 有沒有 馬上就進來了 因為我剛剛握的是不是存在這裡 所以你剛剛有用過的 可是不是我的最愛 一樣可以從那邊找到 多多兩下 就進來了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這個東西 你安裝完了之後 你在哪裡 在右下角 一樣會看到它 有沒有看到它 會多一顆這個 好 那預設呢 它應該是 預設就會 Windows執行 就會幫你執行 好 所以這樣就可以找到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這個部分 記得怎麼樣加到我的最愛 如果萬一不能從這裡加進去的話 你就找閃電這裡有一個選項 這個選項到選單這邊 你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萬一不要的 你就把它delete就好 它可以是資料夾 也可以是什麼 也可以是檔案喔 也可以是某一個檔案 都可以 來 還給你囉 好